美国空军5日宣布 升级139架台湾F-16S转机的奉展案已完成第一阶段 下一阶段是交付66架新型F-16S转机 以进一步提升台湾的空防能力 另外 美国国防波和雷神技术公司 签署一份价值6,840万美元 约薪台币21.4亿元的合约 将为台湾生产交付50名空对地滑翔炸弹 预定在2028年3月完成 荷兰情报机构6日指出 一个由中共支持的网络骇客组织 曾在去年成功骇入荷兰军事网络系统 这是荷兰政府首次公开指控中共网络入侵 尽管中共驻荷兰大使馆今日是急发声明铁青 但前两天 绿宾政府才宣称 挫败了来自中共的骇客攻击 哈马斯6日回应美国卡达等居中协调的加萨停火协议 对此 美国国务协谱布林肯表示 以哈仍可能达成协议 但拜登则罕见批评哈马斯对原制交易的提议 有点过了头 目前哈马斯并未透露回复细节 竟重申过去提出的停火要求 日本北海道罗旧厅近海6日发现 超过10头虎金受控于大面积的流冰中 罗旧厅远远7日都没有发现虎金身影 随之流冰之间空隙加大 研判虎金群可能已经脱溃 2005年罗旧厅也曾发生类似事件 当时大部分的虎金不幸丧命 新唐亚台电视总理报道 新唐亚台电视军